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31周年庆 及纪念屈原九头鸟奖学金颁奖礼 在洛杉矶举行 会中记录海外湖北人工作生活精神风貌的会刊 《九头鸟》也初刊发行 请看报道 南加州湖北同乡会成立31周年之际 在洛杉矶举办纪念屈原及九头鸟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给优秀的湖北子弟帮发奖学金 给该会的顾问也帮发聘书 同时记录海外湖北人精神风貌的年康《九头鸟》 也正式初康发行 洛杉矶中领馆乔屋组长王学正 在会中赞扬湖北同乡会 加强华裔青少年的教育和中华文化的传承 做出了成功的尝试 华裔的民选官员包括周本利、吴学如、苏丸秀兰、秦政国 城里宛若、刘达强、环兆启臣、军道会祝贺 社团侨领包括张苏九、陆强、北奥、丁衍瑜、于中霞等人 也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晚会上还表扬了旗袍秀、鼓针演奏、歌舞、魔术表演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、若然基采访吧 晚会还是最好 晚会 好 deliver